第1146章 神域核心被毁 蕴含着转化神拳之力和虚无神拳之力的小球 直指朝着地藏天飞去 地藏天以混沌之力巨手从中拦截 却根本半点作用 小球如同开水溶雪般 轻松穿透混沌之力巨手 撞在地藏天的战甲之上 正撞入一枚神拳中 以小球所蕴含的能量 那枚神拳内的能量很快就会被完全中和转化 可地藏天却正是利用这细微的时间差 将那枚神拳抛出 如此行径让寒武也不得不在心中暗骂 这老东西运气真好 若是小球没有撞在神拳上 而是撞入地藏天的肉身之内 现在地藏天估计已经凉了 地藏天意识到寒武的厉害 赶忙再一次抛出神拳 通过神拳自爆来阻拦寒武 神拳内部的能量本已不多 按理说无法伤到寒武 可以要看是谁在用 就如同一把刀放在普通人手里 只能用来切水果 而放在一个绝顶的刀客手中 那便是杀人戾气 这些元素神拳也是一样 他也能够通过操控内部的能量 实现远超能量本身的自爆规模 从而对寒武造成伤害 寒武和老祖叶峰再一次被炸退 地藏天也得以继续冲向迷宫之内 从自爆的余威中摆脱出来的寒武急忙追上 却始终赶不上地藏天的速度 这老东西竟然通过榨取神拳内的能量 来提升自己的速度 终于地藏天来到了迷宫的中心 他看到了寒武的神域核心 以及站在寒武神域核心旁守护的死亡神王 滚开 地藏天对着死亡神王吼道 死亡神王寸土不让 双手各吃一把死神镰刀 目光无比坚定地注视向地藏天 四名法相在他身后出现 将寒武神域核心护住的同时 还向着死亡神王传送能量 死亡神拳之力越发浓郁 形成死亡神王的拿手绝技 真言杀 死 一字喊出 死亡神拳之力瞬间爆发 地藏天连抵抗的机会都没有 便中招了 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脏 在死亡神拳之力的作用下爆裂开来 甜心味的血液从地藏天蹊跷喷出 口中所吐出的鲜血中 还夹杂着不少内脏碎片 但地藏天依旧没有死 这种状态下 他其实已经离死不远了 可他却应凭着自己的十多颗神拳 为自己争取到短暂的存活时间 而死亡神王在释放了一招 能秒杀大千世界级强者的真言杀后 陷入暂时的能量贫乏阶段 地藏天利用这一点 迅速抛出两颗神拳 将死亡神王炸飞 而后自己奔向寒武的神域核心 寒武赶到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地藏天距离他的神域核心 近在咫尺 寒武果断动用自己的能力 纷针 外加性质发生了变化的森罗万象能力 渴求能够阻拦住地藏天 但地藏天的求死之心更强 他知道自己快死了 所以更要利用这剩下的短暂生命 来毁了寒武纵视身体被增强的能力 纷针定住 地藏天依旧能够通过意识 来操控身上战甲上镶嵌的剩余神拳 进行集体自爆 就算是死 也要毁了寒武的神域核心 在神拳燃烧的情况下 纵视寒武的能力 纷针也只拖住了地藏天不到一秒 他眼睁睁地看着地藏天 在他的神域核心周围进行神拳自爆 恐怖的爆炸 将迷宫建立的围墙摧毁 连带着那颗神域核心 地藏天自己 也死在这场自爆中 但他死前却在笑 狂往前扭曲地笑 他总算是毁了寒武 也算是为自己报了仇 自爆的余威 将寒武 老祖叶峰 以及死亡神王正非老远 好在他们实力很强 受到的伤势不算重 只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就能够恢复过来 可寒武神域核心碎裂 让一旁的老祖叶峰无比惋惜 寒武绝对是他见过的 最有潜力的年轻人 现在神域核心被炸碎了 可以说 作为神域玩家的未来 算是毁了 虽说神域核心 可以在神域文明意志的帮助下 修复完好 但以寒武现在的等级 神域核心已经达到了神王层级 想要修复 所需要的资源 绝非那些神性生物时期 就神域核心碎裂的情况 可比 就算花费了海量的资源 将神域核心修复完整 寒武也将浪费掉大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 他极可能会被同龄人赶超 总之 不管怎么说 在老祖叶峰看来 寒武这次算是废了 正当老祖叶峰 准备安慰寒武几句 让寒武看看些时 他却注意到 寒武的表情 并没有他所想象的那般悲伤 甚至看上去 还有几分开心 顿时 老祖叶峰心里暗道不好 这怕不是忧伤过度 脑子坏了吧 这时 死亡神王赶了过来 虽然灰头土脸 却也没有想象中那般自责 就好像这事 和他没啥关系一样 老祖叶峰 顿时就气不打一出来 死亡神王怎么说 也有帮寒武守护神域核心的职责 现在神域核心碎了 他居然跟没事人一样 这算什么 正当老祖叶峰 要开口训斥死亡神王两句 为寒武出出气时 寒武率先开口道 谢谢死亡陛下 死亡神王点点头 又看看爆炸所带来的破坏 大量元素系神权自爆 威力巨大 但现场情况 却只是迷宫周围的墙壁发生了倒塌 地面却是一点事都没有 他知道 寒武拥有世界永固法则 却没想到 这条法则如此强悍 一旁的老祖叶峰 顿时有些摸不到头脑 什么玩意 死亡神王没有履行好职责 寒武却开口谢谢他 这又算是哪门子的道理 直到死亡神王一名卷族 将又一颗神域核心带回来 老祖叶峰才意识到 事情远超他的想象 刚才的神域核心是假的 老祖叶峰开口问道 真的 确实是我的神域核心 寒武认真回答到地藏天 也必定是感受到了 神域核心中蕴含着我的气息 才会放下戒心去炸 那这颗神域核心又是怎么回事 老祖叶峰指着 刚被运回来的神域核心道 寒武解释道 其实 我有两颗神域核心 老祖叶峰瞪大眼睛 表示难以置信 在一次为神域文明 做任务的过程中 神域文明意志 奖励了我一颗 只有五级的神域核心 就是刚才被炸碎的那颗 寒武详细解释道 老祖叶峰 这下全明白了 感情地藏天 和一颗五级的神域核心 同归于尽了 第1147章 战后分配 我在发现两颗神域核心后 果断派遣卷足 将真正的神域核心运走了 然后做出守护假神域核心的假象 死亡神王补充道 原来如此 你这样做 是为了诱导地藏天自爆吗 老祖叶峰 看向死亡神王的目光中 带上了些许欣赏 死亡神王则有些尴尬 他哪是为了诱导地藏天自爆 他是想要正面硬钢地藏天 却没想到地藏天的执念如此深 就算心脏炸了 也还能继续发起猛烈进攻 死亡神王 现在都在心里感叹 幸好自己提前把真的神域核心运走了 否则凭借刚才地藏天的神拳自爆 若是将真的神域核心藏在附近 必定也会被摧毁 至于韩武 他在瞧见五级神域核心的时候 便明白了一切 他释放能力 纷争也只是为了保护好五级神域核心 却没能成功 虽然有些损失 但和地藏天自爆死了相比 这点损失根本算不得什么 一旁的老祖叶峰长叹一声 地藏天若是知道自己的自爆 只是毁了一颗五级神域核心 他会不会气得活过来 韩武摇摇头 他活不过来了 不过他的灵魂我能找回来一些 说吧 韩武动用幽冥神拳 以及轮回能力 对周围区域进行灵魂收集 地藏天自爆后 游离的灵魂被召集起来 形成一团 其中大概有他十分之一的灵魂 剩下的十分之九 则被神拳自爆所泯灭 这十分之一的地藏天灵魂 因为灵魂缺失的缘故 显得有些呆了 直到看到韩武 才有了些精神 发出阵阵音效 就算我死 也要毁了你 老东西 你最好看看周围 韩武冷声道 地藏天灵魂听话的向周围看 很快就注意到了那颗神域核心 他灵魂顿时一颤 他明明自爆神拳 把神域核心给炸碎了 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这里 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你一定是在骗我 这一定是个骗诀 地藏天的灵魂吼道 老祖叶峰实在听不了地藏天的吼叫 直接将一切事实说了出来 地藏天听后 一股憋屈感翻涌 他连带着数十枚神拳自爆 就炸碎了一颗五级神域核心 这比在他头上拉屎 更令他难受 这特末和白死 又有什么区别地藏天的心理防线直接破防 灵魂顿时扭曲 张牙舞爪 不间断地发出咒骂 可他越骂 韩武就越高兴 韩武就是要看着他难受 地藏天越难受 韩武就越解气 韩武神域中亿万生灵 可以说都是因为地藏天而死 所以 韩武要用最恶毒的方法 来惩罚地藏天 让地藏天的灵魂 永生永世处在无比憋屈 愤怒 又不甘忠直至永远 将地藏天的灵魂关入地府 另一道神域文明意志才降临而来 一同前来的 正是财富阵营的财富神王赵子虹 他是被神域文明意志所看中的人之一 有其他神域文明意志的接引 附着在韩武身上的神域文明意志选择脱离 可以说 在此次战斗中 韩武算是救了神域文明意志一次 为了报答韩武的救命之恩 神域文明意志 直接在自己的身上 撕扯下一丝神域文明意志 融入韩武神域中的黄金树内 顿时 黄金树便开始疯狂生长 直接暴涨到了百米之高才停止 韩武的神域中 更是飘荡起一种特殊的气息 这种气息作用下 韩武神域中所诞生的生命体 将有更大的几率诞生王者 除了这方面的奖励外 神域文明意志 还命令财富神王赵子宏 为韩武提供资源 为他将碎裂的五级神域核心修复 并且还准备再赐予韩武 一颗十级的神域核心 韩武赶忙败献 以他现在的神王等级 十级的神域核心 可以植入一颗十级的圣武 对于卷族的提升非常有用 处理完这些事情后 神域文明意志便选择离开了 财富神王赵子宏则留下了联系方式 表示愿意以高价收购 混沌异族的各种物资 并且破天荒地向韩武 透露了一个关于混沌异族的机密 混沌异族拥有一件强力秘宝 名为混沌天池 浸泡其中能够加快 对元素系神权的领悟 如此机密 让韩武顿时激动起来 现在地藏天死了 混沌异族基本已经算是 他的囊中之物 像混沌天池这种秘宝 就算是绝地三尺 也要找出来 送走神域文明意志 和财富神王赵子宏 韩武便开始清理 神域那所残留的地藏天的卷族 对于这些敌人 韩武的处理方式干净利落 就是生命陷阱 将所有的敌人 都变成自己成长的养料 将所有敌人消灭后 韩武又开始统计神域中的情况 他神域中绝大多数卷族 都为了能够帮到韩武而自愿牺牲 可那些蝗虫的虫卵 因为没有意识 所以没能陷阱 韩武的神域既宽敞 又富含能量 能够为那些虫卵 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成长环境 也算是给韩武留下了一分希望 随着地藏天的死 外面的战斗也很快结束 混沌一族成员尽数被抓 变成了奴隶 族内的一切资源都被统计起来 供韩武一行分配 其中森林一族表示 他们前来只为了帮韩武助威 并且还指望韩武能够帮助他们 去对抗九眼邪神 所以此次收获分文不取 死亡阵营和智慧阵营 在这一战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各自分到一成资源 商贸神王和甲贵 也沾光地分到了5%的资源 剩下的75%归韩武所有 毕竟混沌一族中 最强的地藏天是韩武在对抗 最终也是因为韩武而死 他占到如此大的分配比重 在场的人皆心服口服 留下部分卷族收拾所获得的资源 韩武和森林一族 约定了去翠星域 找九眼邪神的日期后 便回到了神域内 他晋升神王之后 还没有认真的查看自己的情况 以他天赋 天选之子的尿性 晋升神王 必定又会得到一个具有唯一性的能力 韩武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查看这个新能力的信息 第1148章 掠夺能力 韩武的信息展现在他自己眼前 姓名 韩武 等级 神王 神明天赋 天选之子 唯一 叛逆 不死之躯 神明能力 生命献祭 唯一 饥荒 生命赐福 融合 唯一 魔王真身 轮回 将五万变 复制 唯一 能量化形 不死 身外化身 唯一 龙化 森罗万象 纷针 全能改造 掠夺 唯一 神性 162点 神职 黑暗 死亡 毁灭 战争 光明 生命 创造 和平 神权 转化神权 斗战神权 屠杀神权 真武神权 虚无神权 百变神权 幽名神权 生命神权 巨化神权 森林神权 奇迹神权 死局神权 所掌握法门 摘星 混沌之力 法香 看完自己的属性 寒武很清楚地看到自己多出来的能力和神权 晋升神王后 寒武多出了一个带有唯一属性的掠夺能力 点开掠夺能力的详细内容 能力 掠夺 可通过一世来掠夺他人权能 所得到的权能可以用于自身 亦可以用于他人 掠夺成功率与实力差距成正比 且掠夺的权能只能维持掠夺后的形态 无法获得提升 寒武瞅着自己这个新能力 顿时就想到了好多用途 奋斗至今 他可是有好多眼馋 自己却很难拥有的权能 就比如当初皇盛军的量变产生质变天赋 还有当下九眼邪神的封印能力 若是将这些权能全部拿下 谁还能是寒武的对手 下一步 寒武将帮助森林一族去找九眼邪神的麻烦 他就准备用上自己新得到的掠夺能力 来将九眼邪神的封印能力夺下 寒武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看向自己神拳中多出来的死局神拳 这个神拳 他完全没有印象 结合自己的叛逆天赋 寒武便明白 死局神拳是根据奇迹神拳而诞生的反向神拳 点开死局神拳的信息 寒武进行查看 神拳 死局 将希望消除 杜绝一切意外 寒武动用死局神拳之力进行亲身体验 和奇迹神拳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功效不同 死局神拳的效果是杜绝一切意外 当寒武动用死局神拳之力时 他眼前会浮现他所想结局的概率 当概率为100% 便表示这件事不会有意外发生 形成死局 寒武可以通过各种手段 来促使这件事概率提升 从而提升至100% 期间 死局神拳会为寒武提升 提供些许信息提示 所提供的信息越精准 消耗的能量就越多 寒武将死局神拳研究了半天 才算是研究出现门道来 虽然这个神拳不存在实际的攻击力 可在寒武看来 死局神拳要比那些拥有攻击力的神拳更加强悍 在审查完自己的变化后 寒武又开始整合神域中剩余的卷足 因为和地藏天对战的原因 寒武神域内所有小世界及以下的生命体 以及部分留守在神域中的小世界及生命体 都随着陷阱而死去 现在神域中 残留下来的也就是跟随寒武 出征混沌一族的近万名生命体 可以说 这些都是寒武麾下的超级精锐 这个局面 令寒武心中十分难受 可适者已已 寒武得往前看 暂时没了那些弱小的生命体培养 寒武的资源可以用来攻击眼下 这些生命体进行更强的提升 从混沌一族 寒武获得了大量元素类材料 秘宝 甚至还有一些元素类的修炼绝境 这些都被寒武下放给麾下的卷足使用 并且 随着寒武晋升神王 卷足在神性方面的限制消失 只要将自己所领悟的神权参透 就能够晋升为神王 寒武预测 短期内 自己的神域中 必定会有不少卷足晋升神王 为此 他也相当支持 卷足的强大 就是自己的强大 为此 寒武特地将从混沌一族 得来的混沌天池 建设在神域内 供所有专攻元素方向的卷足使用 除此之外 寒武还在为自己的神域核心而头疼 寒武已经晋升神王 他的神域核心 完全可以晋升到满级五十级 这其中所需要的资源 寒武可以去血腥竞技场调集 可想要达到 能够安装18级圣物的重巢的程度 寒武需要40颗满级五十级的神域核心 从雷霆神拳神战中 寒武得到了15颗神域核心 当前就在智慧神王徐海那边 使用特殊的秘法进行提升 而在混沌一族的战利品中 寒武如愿地获得了所欠缺的25枚 可提升至50级满级的神域核心 只是 这些神域核心都是来自刚刚晋升的神王 当前只有40级 想要晋升依旧还需要一大批神域核心碎片 综合来说就是 寒武想要将18级圣物的重巢 加载到神域核心之上 总共需要将41颗神域核心 从40级提升至50级满级 这其中所需要的神域核心碎片 即便是寒武拥有一个血腥竞技场 短时间内也无法满足 要想尽快加载重巢 寒武只能从其他地方购买 为此寒武通过商贸神王 找到了财富阵营的相关渠道 财富阵营的渠道够广 确实找到了足够寒武使用的神域核心碎片 但因为这个量实在是太大了 况且神域核心碎片还是珍贵稀缺资源 寒武需要支付的资源 也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 这个数字即便是寒武那75%的混沌异族资源 也只勉强够二分之一 为此寒武需要再找到 能够媲美混沌异族的资源 这让寒武颇为头疼 他现在手头的产业 短时间可拿不出来那么多 所以当前就只剩下一条路 入侵其他文明来获取物资 九眼邪神所在的翠心域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只是大规模入侵 需要庞大的卷族群体 而寒武现在缺的就是卷族 他只能将当前的主要精力 用在培育卷族之上 好在吸收了一丝 神域文明意志的黄金树构给力 对于卷族培育起到了极佳的作用 再加上寒武的辛勤培育 以及大量暂时加载入神域核心内 用来提升繁育率的圣物加持 只用了短短三天的神域文明时间 寒武便将卷族规模提升到了2000亿之多 数量方面 已经有了全圣时期1%的规模 可品质上却还差得多 寒武只得多用生命神权 配合生命赐福能力 在这批新生出来的卷族里 进行填压式提升 短时间内倒是能够硬生生 灌出几个高级生命体来 只是这种被硬提起来的高级生命体 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实际战力欠缺 寒武准备将这次翠心玉之行 来做一场历练 专门用来提升自己麾下卷族的实力 第1149章 报时之口 转眼间就到了约定的时间 寒武通过森林异族的坐标定位 来到森林异族的秘境之内 老祖叶峰已经做好了准备 因为森林异族不培养卷族 所以他们此次出行的成员依旧不多 只有30名森林异族成员 外加100名牧林 虽然数量不多 但平均实力却强到离谱 一行上下 最弱的都是小千世界级 哪怕是单拿出来一个 都能够去毁灭那些弱小一点的文明 寒武这边也换出自己的卷族 这段时间里 他神域内的卷族 简直就像是开启了 晋升神王的VIP通道一般 每天都有两三个卷族 晋升为神王 以至于 现在寒武神域中的神王数量 达到了可怕的16名 如此规模 着实令老祖叶峰看后 也感叹一声天赋异禀 并且对此次翠星域之旅 更加有信心 做好一切准备后 一行人便坐上飞船 飞往翠星域 此次行动中 除了森林异族的成员和寒武之外 还有一名引路人 此人正是清平商会的会长 清平 清平会长这些天 被囚禁在森林异族中 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 韩武特别注意到 在清平会长的手臂上 生出了一条条荆棘图案的纹身 韩武保证 之前清平会长的身上 绝对没有这种纹身 这荆棘纹身 显然是森林异族的操作 在韩武的询问下 老祖叶峰承认了 他们在清平会长的身上 植入了荆棘诅咒 但凡清平会长 不乖乖帮助森林异族 好好去讨伐九眼邪神 那荆棘诅咒 便会在他的身体内部蔓延生长 期间会产生剧烈刺痛 并且还会吸收清平会长的血肉 一旦发作 生不如死 清平会长 纵使拥有大千世界级的实力 也无法将荆棘诅咒完全去除 只能乖乖为森林异族服务 韩武点点头 表示理解 不过对于荆棘诅咒 韩武依旧觉得不是很稳妥 于是 他掏出了新一批成熟的胎桃 看到胎桃的瞬间 清平会长就强烈表示 自己绝对不会吃这种东西 世界术 胎桃本就是清平商会的商品 他自然知道 世界术 胎桃的效果和危害 可作为一名阶下球 清平会长无法拒绝 他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主动接受 一种是被动接受 在韩武的威逼下 清平会长最终还是服下了胎桃 属于胎桃的诅咒 也因此植入到了清平会长的体内 以至于清平会长看韩武的时候 眼睛里都是浓浓的恨意 对于弱者的仇恨 韩武直接无视 无聊的时候 他便开始摆弄自己的能力 全能改造 韩武自己有很多能力 这些能力帮助他 获得了极快的提升 可现在 有些能力 已经跟不上他的发展 所以 韩武觉得 有必要对这些全能进行改造 当即 韩武将全能改造能力 分为一名身外化身 对着自己的身体 发动全能改造 他的目标 是自己所拥有的能力之一 饥荒 饥荒跟随韩武的时间很长 并且在韩武发展的过程中 起到过极大的作用 只是 饥荒能力 目前已经帮助不到韩武 属于食之无味 弃之可吸的存在 所以 韩武决定对其进行全能改造 一来看看饥荒能力 还有没有发展的空间 二来是测试一下 全能改造能力的效果 改造流程很顺利 在全能改造的操控下 韩武的饥荒能力 产生了三个可供改造的方向 方向一 进攻 饥荒能力改造为 爆石之口能力 可召唤爆石之口 吞噬一切所见到的物体 爆石之口内部存在空间 一旦空间装满 需要消化之后才能够继续吞噬 方向二 防御 饥荒能力改造为顽强之盾能力 可召唤顽强之盾 来抵御一切类性的伤害 顽强之盾可吸收一切能量 以及动能 势能 但吸收的存在一定限度 一旦超过限度 顽强之盾碎裂 需要等自行修复后 才能够再次使用 方向三 辅助 饥荒能力改造为消化光环能力 可召唤消化光环 消化光环内的一切生命体 都将会进入快速消化状态 通过消化位内的食物 来获得属性全方面提升 瞧着三种改造方向 韩武进行认真的挑选 进攻方向 属于直攻性能力 吞掉一切剑道的物体这个功效 韩武倒很喜欢 只是内部存在空间限制 就很让韩武无奈 不过通过详细探查 韩武发现其内部空间 与自己的实力相关 自己大千世界级实力 暴石之口的内部空间 便有他神域十分之一那么大 如此巨大的空间 想要装满 也挺难的 防御方向 韩武看后直接排除 他总觉得 防御方向改造的 顽强之盾能力 就像是削弱版的转化神拳 他拥有转化神拳 来吸收转化能量 顽强之盾能力 纯纯属于功能重复了 辅助方向的改造 属于一个群体加状态的buff 而且提升的是全方面属性 这种类型的提升 较为少见 但并非没有 韩武的战争神职 所蕴含的神术 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而且用战争神术 来为生命体增幅 还不会加速生命体消化 不会出现 打着打着就饿了的尴尬局面 所以经过选择后 韩武选定了 进攻方面的改造 饥荒能力改造为爆石之口 韩武完成改造后 正准备找点什么东西 实验一番时 飞船突然发生颠簸 他赶忙 将赶制向外探索 就发现一群 踩踏着飞行滑板的 半兽人生命体 在飞船后尾随 至于为什么发生颠簸 则是因为 他们朝着飞船 投掷了一些特制的爆弹 其中有一颗 丢入到了飞船 其中一个引擎内 导致引擎发生故障 这些半兽人 还打算继续投掷爆弹 将另一个引擎也摧毁 而在飞船不远处 一艘更大的飞船在飞行 上面有大量的半兽人 生命体在欢呼 似乎为捕捉到了猎物 而感到高兴 老祖叶峰 同样感知到这些 他面色冰冷起来 这是遇上了外遇的劫掠团 小小劫掠团 也敢找他森林一族的麻烦 当真是活腻了 老祖叶峰正要出手 将劫掠团尽数摧毁 韩武则抬手拦阻老祖叶峰 叶峰前辈 我觉得他们的飞船 似乎更好些 韩武说道 脸上带着阳光开朗的笑容 那就一年 老祖叶峰十分尊重地说道 第1150章 断尾逃生 韩武的身影来到飞船之外 外面竟是些嚣张的 半兽人劫掠者 他们见飞船里面的人 还赶出来 纷纷发出起哄声 并朝着韩武的身上 丢爆破蛋 面对劫掠者的嚣张姿态 韩武脸上带起 阳光开朗的笑容 动用起自己 刚刚改造好的能力 暴食之口 暴食之口只知道吃 吃什么 往哪吃 则需要韩武来指引 他操控着暴食之口 轻松将这群劫掠者 丢来的爆破蛋 全部吃掉 然后肯向距离最近的半兽人 半兽人连忙掏出 自己背上的大刀 想要抵抗 一刀劈下 他和大刀都被咬断 咔嚓咔嚓的咀嚼声 在暴食之口中传出 惹得周围的半兽人 劫掠者们 纷纷感到一阵胆寒 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 竟然连兵器都能够嚼碎 最先意识到 不对劲的半兽人 已经开始乘着飞行器往回跑 韩武紧紧跟随 他没有飞行器 但他有百变神拳 在他背后 生出一双蝗虫的翅膀 来协助他飞行 速度还不慢 他所过之处 所有半兽人 尽数被暴食之口 啃食殆尽 这一幕 令截掠船上的 半兽人老大看到 当即命令所有截掠者们 做好战斗的准备 一发发炮弹 从截掠船的大炮中释放 还有半兽人们 所射来的弓箭 和打出的子弹 但这一切都被 暴食之口抵挡 所有东西 尽数被暴食之口吞下 嚼的时候 咔嚓咔嚓作响 韩武对于暴食之口的测试 也非常满意 至少从暴食之口的构造上看 其韧性不属于 中千世界级生命体强度 而且什么都能吃 生冷不济 最适合用来干脏活 累活苦力活 韩武就喜欢这种能力 终于 韩武降落在了截掠船上 那些半兽人截掠者们 皆十分警惕地看向韩武 手中拿着武器 却不敢靠近半分 截掠团的半兽人老大 半恐龙人 恶龙也意识到 这是踢到了铁板 以他小千世界级的实力 愣是看不穿韩武的生命等级 这种情况 只有两个可能 一是韩武身上 有隐秘生命体等级的秘宝 二是 韩武的生命体等级 要高于他 其中无论是哪一点 都让恶龙感到恐惧 在下恶龙 是这个截掠团的老大 是我瞎了眼 打劫了您的飞船 您有什么吩咐 请尽管提 我必定尽力满足 恶龙说道 作为游荡在翠星域周边的截掠团 碰到硬茬子也是难免的 不过 那些硬茬子 一般都会在飞船外 挂上自己所属势力的标志 而韩武和森林一族 所乘坐的飞船上 却并没有关任何标志 才让恶龙以为 他们是宋上门的肥养 韩武目光落在恶龙的身上 死局神拳发动 他在试探性地查看自己 将恶龙击杀的概率有多大 结果是99% 而并非100% 这结果让韩武有些诧异 恶龙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明明只有小千世界级 而韩武自己 则是大千世界级 难道如此实力差距 还无法将恶龙击杀吗 通过死局神拳 韩武很快就得到了 那无法将恶龙斩杀的 1%的原因 恶龙身上有一种能力 名为断尾逃生 并且这个能力认定 恶龙头部以下都属于尾巴 也就是说 即便是恶龙的脑袋掉了 他也能够通过断尾逃生能力 来捞回一条命 有趣 韩武嘟囔道 随即对着恶龙道 你靠近些 恶龙十分警惕 全身肌肉紧绷 可在韩武那未知的气息前 他根本没有资格拒绝 只能够不情愿地来到韩武跟前 他在心里祈祷 韩武就算杀他 也千万别破坏他的脑袋 他凭借着断尾逃生能力 曾度过了数次生死危机 可随着恶龙靠近韩武 韩武便一把扣在恶龙的头上 恶龙想要挣脱 却发现根本挣脱不掉 只能哀声求饶 周围的半兽人 也纷纷拿起武器 就要发起进攻 韩武随手打开神域空间 黑暗神王暗黄从中走出 他身上浓烈的黑暗气息 令周围半兽人完全不敢上前 韩武则对着恶龙说道 别紧张 我不杀你 只不过是从你身上 拿走一点东西吧 说着 韩武发动掠夺能力 锁定恶龙的断尾逃生能力 直接夺了过来 掠夺完后 韩武便撒开了手 恶龙赶忙后退 检查浑身上下 发现肉身并无伤势 他赶忙赶知自己的属性信息 随后 恶龙便抹了 他最为看重 其赖以生存的能力 没了 没得无声无息 抬头看向韩武 恶龙发现 韩武的手中多了一个光团 从光团散发出来的气息 恶龙可以确定 那正是自己所丢失的能力 只是 此刻这个能力 和他再无关系 这绝非被封印 而是真真正正地拿走 一时间 恶龙傻眼了 他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崩塌了 因为他从未见过 有什么权能 能够将其他人的能力给取走 这也让恶龙意识到 眼前韩武的可怕 更加不敢反抗 韩武第一次动用掠夺能力 对于自己 从恶龙体内所取出来的 断尾逃生能力 也是感觉十分有趣 他随手将断尾逃生能力 丢入到自己的神域中 然后再用死局神拳 打量恶龙 这下死局神拳反馈的数值为100% 表明恶龙完全没有可能 从韩武的手中逃脱 若是韩武想要杀恶龙 他的死便是死局 既然碰上了 也是缘分 你们就进我的小世界里 帮我干活吧 韩武开口道 说得很随意 可传入到恶龙的耳朵里 却是另一种含义 韩武要奴役他们 而且行期未定 这让恶龙无法忍受 得罪了您 是我瞎了眼 可我宝贵的能力 您已经拿走了 这难道还不够解气吗 不瞒您说 我恶龙截略团赶在这片区域搞截略 上面也是有人关照的 若是上面的人不高兴 想来您也不会好过吧 恶龙说道 语气很尊重 可其中的警告意为不言而喻 翠星玉哪个势力最强 想来您是知道的 九眼族的可怕报复 你绝对无法承受 恶龙说道 似乎因为有了依仗的缘故 他腰杆子都硬了起来 只是 面对恶龙的警告与威胁 韩武直接就笑了 九眼族的可怕报复 他好怕怕腰 他来到翠星玉 不就是为了和九眼族一决高下吗 现在好了 有一个九眼族麾下的小弟 前来搅消 韩武可不介意 和九眼族之间的恩怨 再多上一笔 当即 韩武又一次打开 神域恶龙还以为 韩武这是要掏出礼物道歉 却没想到 从神域中走出的 赫然就是他眼中高贵的九眼族人 可这高贵的九眼族人 在韩武的面前却卑躬屈膝 极其卑微 现在 我让你去我的小世界里干活 你还有意见吗 韩武问道 伴随着的是九眼族人 极具威胁性的一撇 恶龙只觉得 全身血液都在此刻被封印冻结 那绝对是他招惹不起的九眼族 决错不了 恶龙在如此巨大的压迫下 只能点头表示道 为您干活 是我们的荣幸 说吧 他带头驱赶着手下所有兄弟 涌入韩武的小世界内 自愿成为韩武的奴隶 韩武则是扎扎嘴 他这么多小世界 自己忙不过来 找一批奴隶帮着开发开发 完全没毛病 至于什么时候释放他们 别想了 进了韩武的小世界 还想走 那就是恶龙他们以后的家 于是 韩武近乎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夺下了一艘大型飞船 第1151章潜入翠星域 大型飞船的速度 要比小型飞船快很多 极大的加快了韩武一行的进程 并且 因为大型飞船上挂着的 恶龙截略团标志 导致其他截略团见了他们后 都以为是同航 所以并未动手 以至于 韩武一行很快就来到了翠星域的边缘 接下来 他们要进入翠星域内 而进入翠星域 有两种选择 一是接受翠星域意志的压制 和平进入 二则是抵抗翠星域意志的压制 实行入侵 想要和九眼邪神掰手腕 和平进入 是不可能和平进入的 谁知道翠星域意志 和九眼邪神有没有勾结 所以 必须是实行入侵 虽说清平会长交代了不少 关于翠星域的信息 韩武也从智慧神王徐海那里 找到了翠星域相关的文献记载 这些都对入侵有帮助 却都不足以让韩武 以及森林异族的众人 完全放下戒心 九眼邪神阴险狡诈 在翠星域可谓是只手遮天 万一他勾结翠星域意志 对某些关键信息进行修改 导致入侵出现差错怎么办 所以 在实行入侵之前 韩武准备做一个小测试 这期间 他会安排一名身外化身 进入翠星域内 探查情况 确认翠星域意志 所执行的基本法则后 再进行入侵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 老祖叶峰听后 也在感叹 韩武小心谨慎 未来必成大器 并同意了韩武的决定 韩武为了避免 被翠星域意志发现 选择使用百变神拳 变为九眼族的模样 潜入到其内部 为了更好的生存 韩武还将自己的掠夺能力 也加载入百变神拳 所化的身外化身中 这个能力 是为了让韩武进入后 可以通过掠夺他人权能 来增强自身的力量 做好伪装后 韩武的实力 稳定在灭地级水准 这是韩武极力压制 才得来的效果 为的就是低调些 不被那些翠星域意志察觉 做好一切准备后 韩武进入翠星域内 在进入瞬间 韩武便感受到了 翠星域意志在他身上 粗略地探查了一遍 因为韩武现在通过百变神拳 化作了九眼族的模样 所以翠星域意志 并没有在他身上探查到异常 韩武接受翠星域意志的引导 查看到了自己当前 所拥有的不同面板 翠星域内的体系力量 和其他文明有所不同 这里盛行的能量体系为异能 这里所有的生命体 都拥有着一种或多种异能 随着对异能的修炼 自身的生命等级会获得提升 各方面实力也会有所增强 这种能量体系 让韩武很是感兴趣 他打开自己的面板 查看自己的异能情况 姓名 韩武 种族 九眼族 为 等级 灭地级 异能 斜眼 灭地级缺少异能本源 无法使用 掠夺普通级 可掠夺普通级异能 可吸收异能时进行修炼 瞧着自己这扎星的异能面板 韩武可以说是非常无语 斜眼不能使用 也就罢了 毕竟他只是个伪装的九眼族 内核不同 可为什么 自己带有唯一标示的掠夺能力 却成为了最低端的普通级 这不科学啊 而且因为普通级的限制 掠夺能力 只能够夺取普通级异能 这让韩武还怎么提升 怎么进步 可事情已经这样了 韩武只能认了 虽说异能不咋地 但是韩武灭地级的生命等级还存在 体制和战斗技巧方面 也足以用来应对一些同级别的对手了 做好打算后 韩武便开始向前走 他要更多地了解翠星玉的情况 不行翻过一座山 韩武也才堪堪算是开始热身 他发现 这里一切生命体 都拥有着自己种族的异能 就比如 在路上所遇到了一只 看起来很普通的绒毛兔 他拥有两种异能 分别是奔跑和绒毛 奔跑异能 能够让绒毛兔跑得更快 绒毛异能 则能够让绒毛兔身上 生长出很多绒毛 可以用来保温 以及提升防御力 韩武轻松抓到了一只 直接动用掠夺异能 将绒毛兔的异能掠夺走 然后 韩武就获得了奔跑异能 和绒毛异能 只是两种异能的等级太低 对韩武的帮助不大 即便是韩武在奔跑的时候 发动奔跑异能 也只是让他奔跑的速度 提升一程 聊胜于无 绒毛异能 则是让韩武身上的毛发 变为扭曲的白色绒毛 使得韩武看起来 就像是一名白化病患者 关键是 韩武的掠夺异能 当前等级太低 韩武接受了所掠夺 来的异能之后 无法取消 他只能顶着一身白色绒毛 继续前行 看起来像个异类 没办法的韩武只 能够通过掠夺 其他生命体的异能 来缓解这种状况 结果半天过后 韩武直接从异类 变成了一个怪物 他身后有虎尾 身上长绒毛 皮肤成了爆纹色 指甲弯曲且锋利 而且还会吐撕韩武 通过水中倒影 看到自己这副模样 也是颇为无语 现在的他 实力没变强多少 可模样却是越来越猎奇 韩武真有点担心 自己走出山后 会不会被翠心玉的 主流生命体 当作怪物抓起来 关在笼子里被围观 有句话叫想什么来什么 正当韩武思考自己 这副怪模样 还能不能前进时 他听到了细碎的脚步声 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韩武就看到 有一堆猎人打扮的半兽人 在向他这个方向靠近 韩武当即就跑 但猎人显然已经发现了他 只需五秒钟 就能够让这群半兽人 找寻不到他的踪跃 但韩武突然又有了其他打算 送上门来的猎物 他干嘛不要 于是乎 下一瞬 韩武由逃跑改为进攻 同样是五秒钟 所有半兽人 尽数被他打成重伤 奄奄一息 至于为什么要留这些半兽人一命 自然是要从他们身上 掠夺更多的能力 只是这些半兽人的生命 等级要高一些 异能也并非普通级 韩武在他们身上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能够掠夺的能力 却意外获得了十块最下级异能石 异能石能够用来提升异能 韩武直接将十块最下级异能石吸收 全部用在自己的掠夺异能上 促使掠夺获得晋升 达到了精英级 达到精英级的掠夺能力 获得了新的特性 可以将韩武身上的能力掠夺下来 韩武当即这样做了 在这些半兽人绝望的注视下 韩武将身上大量垃圾异能退下 展露出他九眼足的模样 那些半兽人这下更绝望了